一開始國民黨 我覺得戰略錯誤沒有錯了 就是戰略錯誤說 他認為 其實他的想像 一定是想說他逼白合到藍裡面去嘛 那他最大嘛 他也覺得他以大吃小吃了起來嘛 可能本來是這樣想 可是沒想到柯文哲 就一路挺到現在 當然柯文哲有柯文哲的盤算 可是我覺得我要形容一下 現在這個這場變成這個樣子 其實是 我覺得是三角鏈 三角關係 要把朱立倫拿進來看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我覺得昨天侯友宜的出手 是非常果斷決定就是要攤牌了 為什麼我從前面講說 我是主帥開始就醞釀柯侯配 或者侯柯配嘛 沒有藍白的問題 是柯侯跟侯柯的問題嘛 等於要把話語權拿回來 因為盡情讓人 讓人做效應 完全不知道朱跟柯在談 什麼政黨 我看最主要是趙趙剛 刺激到侯友宜 因為趙趙剛講說 這個柯文哲政的 然後郭台銘副的 侯友宜 你回去當新北市長 最多讓你當行政院長 所以可能是這個 整個氛圍是往那個方向走 沒有錯 不只趙少康 你看好幾個所謂戰鬥 所以越言之這個講法 如果配合趙少康戰鬥欄的講法 他是有根據的 有脈絡 其實那個氛圍出來 有脈絡 所以那個氛圍出來 我覺得昨天那個做法 很像金普通的做法 三大報找過來 一次談完 我跟你直接講 直接講說侯柯配 我覺得那個是金老師的高度 跟那個果決性有在這裡 不對在 不對在指教 但是侯友宜這招出來之後 你看柯文哲今天兩點的 不知道你說什麼 我認真 聽 八點 我只聽得懂 聽不懂 兩個字我聽懂 逼婚 不要逼婚 你不要逼婚 他就那個感覺 就是被逼到牆角 一直不知所措 該怎麼辦 最敗咬的是今天五點的記者會 請注意 金普及記者會是侯友宜跟朱立仁出來開 我剛剛朱立仁也發現我這個三角戀情 發現不對了 我的地下 我跟柯文哲的地下戀情被發現 地下戀情曝光 曝光了 不行 我趕快回到正宮 因為感覺出來藍營是有一股反彈的氛圍的 不見得一定要跟柯文哲合 我自己也可以選到底 那你現在朱立仁回來的狀況 朱立仁回來跟侯友宜站在一起 就算要政黨協商 記者其實侯友宜掌握個主作權 就算今天截止不談 不談侯可侯 但是要談政黨協商 我是主帥 黨主席在旁邊是幫我背書的 是不是這個場景 如果是這個場景的話 那齊手工這個三角戀情 地下戀情曝光之後 只好又回到正宮身邊 真的 人家說我們朱立仁 去跟柯文哲近面 侯友宜說不知道 不可能 我在那邊保證不可能 不說每天都在說 坦白講 包含這個 這個柯文哲跟我們見面 或者說他跟朱立仁紀元 這個訊息絕對是有通的 我意思說不大可能去見面 然後不跟對方分享這樣的資訊 甚至是回來之後還要交換意見 如果這樣打仗 如果是這種方式 怎麼可能會贏 我是說如果不互相溝通的話 那我要講 剛才特別講到三報的事 這個有點誤會 這個三報的約訪 是大概一兩個禮拜前就約好了 不是今天要談藍白河 所以特別來約的 所以這剛好時間上有巧合 再來我要補充 怎麼這麼剛好 對啦 社會上不是這樣 怎麼每天都這樣 這麼事情 這麼湊巧的事情 剛好會湊在一起 叫人家不想也難 可以理解大家外界這樣想 但我要講 我最近講一句話 西方俗宴有一句話說什麼 潛水夫要是一直想著鯊魚 你就永遠摸不到珍珠 我的意思是說 不過這跟柯文哲說的 沒有啦 這我講的啦 你說的啦 我外語是說 因為 包含柯文哲今天在記者會上也在講啊 說感覺好像國民黨只是要幹掉我 不是要幹掉賴清的 不是 現在很高的民意支持政黨輪替 五成六成 甚至是希望藍白河 我們輔應民意來做這個藍白河 政黨的合作 重點是我補充就好 因為這外界會這個會質疑 或者說有疑意 就是說侯友宜今天講說 在報紙想說我也可以當副的 這個前提是什麼 這個前提是說 藍白河是必須要兩個人 都印在同一張選票上 這個才有合作 或者說擴大一加一等於二 或大於二的意義 那這個就是在回應趙少康嘛 因為趙少康要把他排除掉嘛 在 都沒有錯 趙先生的意見我們都尊重 不是 可是你要想 趙先生他是希望藍白河 還是希望藍白不合 他是希望藍白可以有合作 他是希望藍白的 但是沒有沒有侯友宜 合作的方式 或者說大家都有一些意見 我們都尊重 但是另外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是一個組合賽 不是一個淘汰賽 我意思說就是要兩個 因為看起來柯文一開始的意思說 如果誰贏了 那副手這個這個什麼 你可以推薦 但我未必接受 或者說直接退出了 我認為這個不合理